艾玛准备离开的时候 杰克又挽起了套路 别动你的眼睛里好像进了什么东西 接着便接着帮他查看的功夫 把鸡一口亲了上去 杰克凭借着深四海的套路 吃到了一口豆腐 一回到家 从不化妆的艾玛同宵研究起了化妆 当晚杰克带着刚发的工资 给骗警交了房租 并且又租了骗警的车子 打算带艾玛出去玩 艾玛表示想去小树林采蘑菇 然而天真的杰克还以为他真要采蘑菇 就傻傻地给他采了一把又一把 由于没有任何野外生存的经验 杰克采的都是些不能吃的小蘑菇 好不容易有一个大的还是剧毒 很快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弯了 爱马一脸的郁闷 杰克却显得一脸开心